今天用三个鸡蛋做一道大人小孩都很爱的美食 看完我这个视频您就能学会 可好吃了 首先碗中打入三个母鸡蛋 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匀搅散 搅出小泡泡即可 再准备一个空碗 加入一勺的土豆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让它浸泡一会儿 再把鸡蛋液倒入泡好的淀粉碗中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锅中刷入少许油 油热下入大半勺鸡蛋液 要开始摊蛋皮了 一定要摊均匀 摊好对折 咚咚咚用勺子给它敲一下 放在菜板上用瓶盖压出模型 放到剩余的鸡蛋液中包裹均匀 凉油下入锅中保持大火炸 家人们麻烦您给柠檬点个小红心杯 就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辛苦您了 然后不停地搅动 让它受热均匀 它才会一点点的变大 炸至金黄定型捞出控油 锅中加入一勺的清水 一勺棉埋糖 先开大火熬起大泡 再用小火熬起小泡 熬至香油色给它关火 下入炸好的蛋皮 翻炒均匀 这就是我分享的家常菜 非常的简单真实 适合在家里面做 还是那句话 关注我还真要点用 感谢您的支持